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纯 冷冷的天气 不少人都会号召三五好友 一起品尝香喷喷的羊肉炉 不过您知道吗 根据统计 台湾本土国产羊的年产值 超过10次亿元 但却只占台湾整体羊肉市场 大约10% 其余的九成全都仰来进口 为了拉台国产羊的产值 原本从事羊肉屠宰的李维胜 和牧场合作 推出全台湾第一家 拥有产销履历的 一条龙羊肉品牌 更打进了连锁有机超市 抢购17亿的羊商机 鲜嫩的羊肉片放进锅里 算个几下 接着一口尝尽大大满足 这样一锅羊肉炉 是冬日时节里 许多逃客的最爱 但根据统计 台湾本土羊年产值 超过17亿元 却只占国内羊肉市场 大约10%上下 其余九成全都仰赖进口 现在进口量一公斤 大概多少千 现在今年比较贵 有涨价 大概是250 每公斤250左右 所以台湾的羊大概要 一公斤要拉到1000块左右 没错 这么贵 这么贵还有办法继续买四倍的价格 台湾基本上它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四倍的价格 不是现在 以前都是差不多这种差价了 台湾因为我们的养殖本来成本就高啊 高的原因是因为第一点我们台湾的山羊 我们是肉用山羊 我们养了12个月 那你在12个月的过程之中 你要它有 你叫动物嘛 你不是我们像说 你预期多少 它就会产生多少 这样子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必然的成本本来就高 四倍的价差是本土羊 与进口羊肉的固定差距 但即便差距悬殊 本土羊还是有竞争优势 以我来讲我觉得最大能够吸引台湾人 愿意买单买台湾羊肉的第一个优势 就是第一点我们是国产自己 这是第一点嘛 再来就是我们的新三味 我们一直在很强调新三味这一块 基本上因为很多人不敢吃羊肉是因为烧味 而变成是抗拒 去恐惧要吃羊肉 国外的价 它的稍微是怎么做 第一点是他们没有去世 没有严格 那我们台湾的飼养技术 有去去世之外 给它吃了一些飼料 跟外国他们放牧的 是不太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品种 李威胜17岁开始 就在屠宰叶打棍 从猪到羊 他就像袍丁般每天熟悉的 在他们身上来回移动着 因为它脖子肉 它的在运动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它比较Q弹 它比较适合炖煮 那再来这些排骨 就我们羊肉卤会用到排骨 基本上全部的羊我们都会用到 只是说现在羊肉卤冬天到了 就可能脖子肉跟这个前腿肉 前腿肉这个部分 就会很热 那像这个瘦肉的部分 它适合炒 适合蒜 这条就是我们的小鲤鸡 小鲤鸡它特别嫩 这条小鲤鸡很嫩 蒜羊肉 蒜肉片 虽说整天羊血腥为物不似白领 每天穿着光鲜亮丽 但职业是不分贵贱的 以前开玩笑 我们有一些国中同学 我们聚会 二十几岁的时候 有时候会聚会 那时候比较 大家都比较有空 因为有些还没成家立业 然后就聚会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你是做什么行业 做什么行业 然后他们都知道我是屠夫 然后我就会开玩笑 我就很自豪 那时候我就很自豪 你说你笑不笑的 我今天如果陪你出来吃一天饭 我们那附近的猪肉摊 都没有猪肉可以卖 这件事情 我没有把我的屠宰的行业 虽然它是比较血腥 比较 不是那么干净的工作 可是我觉得它是 很神圣的工作 为自己的工作骄傲 因为这是李维胜 得以度过那段岁月的职程 那时家中的负债庞大 他和早婚的太太 每个月都要还债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年头 就要在剪裁 剪一份工作 那剪那份工作也是跟我们两子有关系 就是帮鸡受精 帮鸡把蛋受精 然后他们要去孵化小鸡 那时候老婆也是跟着我这样子 我是晚上屠宰完 下午我跟我老婆一起去做这份工作 那这样子剪了大概两年 才稍微有比较轻松的经济状况 缓解 可是那两年还是不足够来 就是还是一直在慢慢的摊底 之前的一些财务状况 这个债务大概花了多少年 大概花了六到八年 具体数字究竟多少 李维生不肯说 但要偿还超过六年 数字想来该是不少 所以无论客户大小都是重要的 只要有客户离开 都会是不能承受之痛 与其在那边抱怨 你不如就想办法再去找新的客户 可是当下如果走掉客户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经济 每个月的收入又会减少 又会减少的状况下 就会有时候真的是夜深人 我是没有夜深人静 我夜深人都快凌晨 因为我们屠宰都是搬夜 那凌晨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 就会一直想说 那种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一路走来的苦 老婆始终不离不弃 其实屠宰业利润不算低 当债务还清之后 假使固守本业 李维生一家要过着小康生活 不是太难 可他还是有梦想 想去追 想去找 所以我们一直想说 也要转型就是扭转一下 让以前的人觉得说 屠宰场不是像以前 那么的可怕 慢慢的慢慢的 甚至在奔切这一块 投入的这些品牌的精神 也是要传达的时候 就是肉瓶这一块 是不像以前的社会说 会是乱 就是比较不不 没有办法让人看见 看见他这件事情 以前是视而不见 还是避而不见 那现在我们觉得说 很多东西本来就要看在阳光底下 坦白诚实的做人 然后尾巴 我们也没有不抠不抢 做好我们做的事情 在羊肉的领域 李维胜最是熟悉 就像开头提到的 台湾羊肉市场 有17亿的商机 但国产羊肉占比不到一成 所以他和屏东的牧场合作 推出全台湾第一个 拥有产销履历的国产羊肉 除了抢先在为数不多的 国产羊肉中建立品牌 达到商品识别度 也是为了向外界证明 它不只是世俗眼中的屠夫 环境味跟它本身都很要求 它如果有大便掉在这里面 它就不吃了 只要有它自己的大便 这样的东西 这么深夕 目前牧场的羊主要食物来源 是以饲料与牧草搭配 但现在他们开始尝试 用田高粱还有地瓜来喂食 它这些田高粱它的甜度 然后跟它的我们有研究 他们有初步研究 说对草食这些东西很好 那当然我们也想要借由这样子 如果能够循环 把他们的一些 因为梗他们最主要是要 一个花高粱的纸 那那边它一年可以采收六丝 所以六丝砍下来这些东西 如果不去的话的话 对 这不能互败 要善用农妇产物 对 而且他这个老板他本身 他也是做甲级背信物 他都觉得说这个 应该不可以再去丢掉 因为他觉得那个处理费可能大过于 那个 经济吧 把田高粱地瓜等农产品之中的刺激品 当成羊的食物 建立了农业发展的利用循环 也能提高羊肉品质 像这种有高 高营养成分的 不管是丹糖还是什么 它的粗纤纹也很够 所以我觉得对羊来说 应该是很不错的东西 对啊 跟蜜槽或者是跟蜜蜜咬皮腔 你觉得会增加它们的 肉的品质或者是什么 肉的品质 像其实这部分 我们还没有真的去做研究 但是其实像给它比较 天然来源的东西 其实对于羊都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对啊 没有太多的加工的东西 这个是从有机的田高粱梗 这个是人都可以生吃的 我们是已经 我们已经把 把这个可以人的吃的东西 只是因为把它在地中 然后给它们吃的更好 那当然它就会 把它 因为给它吃什么 它就长什么嘛 李维胜生吃高粱的画面 真的不是我们设计的 只能说它田生就是细菁 它真的很会 Oh my god 它可能想很久 它想红想很久 它想红想很久 你想红想很久 没够 因为我觉得如果它很好听 我要当YouTuber 你少在那边 我就找不到YouTuber的进行 就像锅里的羊肉一样 得捡到两面熟才能好好品尝 任何事情也不能只从一面观察 旺盛的表演欲 是李维胜打行底盼望 能够好好行销国产羊 因为以前都是靠羊肉乳的话 夏天越来越长 冬天越来越短 那所以这个 在这种气候的情况之下 更我觉得我走的路是对的 因为一定要把羊肉这件事情 让它台湾人能够 我们台湾的人能够吃 夏天也会吃羊肉 台湾的羊肉本来就是没有新三味 那这一点我们下去做 调理包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用重口味去调它 然后做的调理包 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回家去加热 只要它愿意跨出第一步去品尝 我相信它的回流 目前李维胜的羊肉调理包 陆续打进不同有机超市 期盼未来在九成的进口羊肉市场中 能逐步抢下更多台湾羊的市场 是反转了台湾羊的产业 也是写下了一个肉饭的新一篇章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张华一家肉干老店 因为用料实在风味迷人 在当地经营了60年 是许多在地人最喜欢的古早味之一 现在老店传到第三代邱信翰的手中 他不但承接了爷爷制作肉干的方式 还坚守他的信念 绝不添加任何的化学香精 要让客人吃得健康安心 近年来邱信翰更将触角延伸到电商市场 并且研发出天然的柠檬口味 并改变外形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现在在网络市场已经赚有一席之地 传统猪肉干带有咬劲 还伴随着迷人的中药肉桂香 经典猪肉干厚实的口感 湿润香甜 还有满满的炙烧香气 柠檬云烧猪肉干 小巧的外形 酸酸甜甜 清香的天然滋味 更能衬托出猪肉的香甜 三个世代 三个不同的创作 是邱家人对肉干的信念 与对创办人秋水根的尊重 它的原则就是不破坏猪肉的本质 对 为原则 只要可以做的 我们就可以做 所以传统的制作方式 传统的工具制作方式 然后跟不添加详情这个部分 也是这样的坚持 让这家肉斑老店 在彰化民权律市场 已离不摇60年 我都吃你们家那个肉干好好吃 就是好像我们小时候 妈妈来买都是那种厚厚的 然后很大片 对 那个在哪边 那个是那个经典猪肉干 经典猪肉干 好吃是一定不用讲的 然后再来就是回忆 就是有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就是那时候小时候被家人 很爱的时候的回忆 有一些肉干就吃了 你会很容易口渴 或者吃的时候会觉得 那个嘴巴里面的味道 就会觉得就是 就是很浓郁 但是会让你觉得 不太真实的感觉 那它其实他们的那个味道 都是淡淡的 然后淡淡的是搭配在 那个肉本身的味道上面 然后那个本身的味道上面 其实是提味的效果 而不是主角 主角还是在肉干本身的那个味道 让大家平平称赞的肉干 好吃没有配包就在于新鲜 每天早上送来的温体后腿肉 在腌制前得要先去除多余的油脂 因为这块猪肉它本身带的 油花的比例是比较少 因为我们在做肉干的时候 如果本身猪肉的油花太多 在制作肉干里面的 含油量太高 我们做完的肉干 最后消费者拿到肉干的时候 是吃下去很容易会有油爱味 所以我们会尽量调 瘦肉比例比较高的 将肉块放进机器中 削成厚薄一致0.6公分的肉片 这样的规格吃来口感最好 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在切肉的厚薄度 它其实都会去影响到我们后面下一段 像说腌制 因为太厚它不好腌制 那太薄它入味太多 甚至到后面烘烤的时候 都会去遇到就是厚薄 然后熟跟不熟的问题 肉干味道要好 腌料很重要 第三代邱青汉 遵守着爷爷的配方 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改变 放进肉桂为主的中药粉 再加进一定比喻的金门高粱酒 准备研制 一定要用高粱酒 因为古早的猪肉干 是我们品牌最早的第一款肉干 然后那款肉干 是从八二三炮战开始 那早期我爷爷在制作肉干的时候 那个时候金门就是高粱 对 那金门也是射程高粱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研究到现在 一定要保持这个味道 当年邱青汉的爷爷来到台湾 就靠着这门手艺养活一家 对 因为早期在八二三炮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不能煮饭的 对 因为金门跟厦门的对岸是看得到 对 那个年代是没有瓦斯炉 所以我们普遍就是柴燒 那柴燒就会有烟 它就是一个讯号 对 那就是会变成是飞弹的攻击目标 所以在那个年代禁止煮饭的时候 它只能去做一些风干的肉跟菜 或是风干鱼 就是腌制食物 就是很简单的风干 所以那个其实风干肉就是我们肉干的前身 对 那到了台湾之后 它觉得我有这一个制作的一个经验 所以它开始起了一个 在市场里面起了一个小摊 因为竹菜披肉它的主要的效果是 它可以吸附我们猪肉的油脂 对 因为猪肉它毕竟在怎么用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含油 就是含油量还是比一般的其他的 像说鸡肉 牛肉 羊肉都还要来得多 对 那竹子它本身可以吸附油脂 所以我们做出来的肉干就不会有油耗味 甚至说也比较不会有油腻感 一直到现在都还坚持着这么搞刚的古法 但其实邱兴翰一开始 对于家业并没有承接的打算 比较反弹是在于跟家人相处的关系上面 对 因为家人其实比较严密 然后小时候其实是比较叛逆的 对 那叛逆就会比较多状况 所以在长辈的面前 会觉得是比较问题的小孩 就是说你讲什么 其实你不容易得到被人家赞同 或是被人家认同 所以自然而然 那个好几年下来 你会觉得我不太想要回家 并不是不喜欢这个产业 阿姨 阿姨跟那个阿伯 跟我们家认识超久的 对 阿嬷的好朋友 在市场里长大 只想逃离家里 邱兴翰一出社会 就离开彰化 到台中 当起没法产品的业务 直到奶奶的一通电话 提醒她该回家了 直到有一天就是我奶奶 拨了一通电话给她 因为那时候我爷爷的身体 其实出状况 那她拨了一通电话 其实她也没有讲什么 也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 就是说 你年轻人 你现在有的选择 那你没得选择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就这样子 那所以我刚好在那一年 我就把工作整理 你吃掉 回到家里 九十三岁的奶奶 现在每天都还是会到家里 附近的庙里 为秋幸和祈福 当年看到宝贝孙子 愿意回家 她终于放心 她的宿舍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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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回来的这半年 也因为照顾着爷爷 小时候不懂的事情 心里的结 也在这段时间 被打开了 开始从排聚 开始慢慢的 变成无奈的接受 到最后你开始去理解 为什么 她所坚持的东西在这边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她对你的期望到哪里 所以她一边照顾 一边学习着爷爷的手艺 就是不想辜负她老人家的期待 每个细节都不敢忽略 就连费工的二次烘烤 也一直保留到现在 因为本身的肉干的 含水量太高了 对 烤铺手就我们之前说的 会有很发霉的温度 所以轻微脱水完之后 再用高温 再把油脂跟它的香味 整个去完整的逼出来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OK 对 就是我爷爷的味道 然后是到最后 我爷爷要离开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家务地方的时候 其实他跟我留一句话说 他希望这个品牌可以过百年 那时候我是跟他说 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听得到我这样的 可是你所说的这一切 对 我说我都 我没有表态过 可是我有放在心里面 对 那我也帮你去完成 有没有吃过我们猪肉感 对 我们猪肉感还蛮不错的 但百年招牌哪有这么简单 十年前传统市场 环境不好 买气差 这让邱欣翰不得不去开发新的口味 可是父亲缺迟反对态度 我们这应该多少次 多少次会 因为有时候 因为当时啊 比如说 他要做什么 我们的 两个人的那种 那个观念跟想法 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做那个 檸檬圆烧猪肉干的前置作业 那我们必须要先把檸檬皮跟檸檬汁 分开两个动作去取 对 因为檸檬皮它主要是香气的来源 那檸檬汁的话 它主要就是要去做一个分解跟解溶力跟软化的一个动作 对 所以这两个东西要分开 因为坚持不加香精 只用天然的水果下去调味 花了一年时间才终于研发出来 因缘机会有一次我们就是制作速度特别快 发现做出来的效果反而是特别好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说 是不是柠檬的存放就是跟肉的接触的时间 不会去影响到它整个破坏它蛋白质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我们就拿捏了一个时间 下去做制作 将搅肉与柠檬中药下去搅破15分钟 接着要抓紧时间塑形 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新口味 却又因为小巧的外形让父亲不太认同 心累 因为你必须要勾勾很久 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 尤其在那个阶段里 你也不是很完全会 就是你所想的东西 也并没有很 就是没有很清晰 所以那个时候你很多都是必须要做给它看 对 让它知道说你很努力 而且你在找新的客战性 不管是口味还是外形 通通都跳脱传统 带有淡淡水果香气的肉干受到消费者喜爱 拿出成绩来 这也才让父亲放了心 另外邱星翰也尝试着在网路上贩售 拓展新的电商市场 并奠起制作有趣的小影片 来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其实他每天他所接受的出销太多了 他是没有感觉的 对 那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这个东西 我们的品牌是可以走进他的生活 甚至我们发生的事情 跟他的生活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会做很多跟生活 跟生活会比较有关系的一些 影片也好 图片也好 对 就是想要引起大家的困难 努力走出新格局 传统肉干店 在邱家人的努力下 有了新样貌 邱星翰这九年来 遵守着对爷爷的承诺 朝着百年招牌的目标 一步一步的迈进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台中高饼业竞争激烈 但一间没有店面 只有工厂的饼铺 却能在市场上屹立百年 到底有什么秘诀呢 这间从台中清水发迹 到日本学习天皇运用高饼记忆的饼铺 目前传到第四代盐绒庆手中 太阳饼还有凤梨酥的原型 就来自他们 第一代从卖碰饼起家 碰饼就是现在太阳饼的前身 而第二代盐树木 则做出了把凤梨蟹 与曲奇饼融合的高饼 这则是凤梨酥的原型 但这间曾经风光一时的饼铺 如今为何只隐身交去工厂 带您去揭开这百年饼铺的面纱 一块块烤得香浓的太阳饼 在奶油香中还伴随着花生香 我们的花生酱就是 因为过去花生酱是通常都被 还要经过料理 不管是涂在面包 或者是其他的做饼干上面 那我们这次呢 就直接把它跟太阳饼的麦芽餡 一起再做一个结合 然后可以马上的食用这样子 传统太阳饼里头包的是麦芽糖餡 但严荣庆和常理的老师傅 突发奇想 把新竹老字号的花生酱 和太阳饼结合 让两个老产品 缴获搓揉出新滋味 并吃起来不只有麦芽糖的甜 还带了一点花生酱的咸香 当然在花生酱和麦芽芽的时候 比例不对的时候 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糖线 会偏干偏硬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 花生酱它会吸附里面 我们在我们的糖线里面的一些 油脂跟水分 所以说做出来之后 它会偏硬 然后就比较没有办法油软 所以我们就说 还是跟师傅一起讨论过 做一些其他的在比例上做一个调整 百年秉迫的创新口味 很快就获得 连锁便利店通路的青睐眼光 像我们这次 在做这个花生酱太阳饼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设计师 有一个态度说 这就像是两家联姻一样 这两家就像在叫联姻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版面 做的是喜气的样子 然后让我们彼此有一个信任的基础 所以说在我们的盒子和面上 不管是内袋或包装 外盒上面 都有各种的意向来表示 这是一个喜事 然后是两个事业体的结合 袁隆庆接手家里事业前 当过老师也当过程式设计师 不过虽然在外头工作 心里头不敢忘的 还是这个从小把他养大的饼铺 像我本来是写程式的程式设计师 然后在外面工作 看看 但是我在找工作的时候 我尽量找 跟这个产业是有关系的工作 就是像我去进入食品厂 看看人家怎么进入 经营这样的一个食品的产业 也不至于也没有去学 也没有说见点 我就是去看看 人家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 然后人家怎么分工 不敢忘是因为饼铺 是曾祖父严萍在1891年台中清水创立 曾祖父在福建学会卖芽酥饼 也就是碰饼 之后移去台湾也把这一味饼带来 也就是现在太阳饼的前身 太阳饼的前身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 常吃到的一些碰饼 所以在早餐店的时候常被买到的碰饼 它是它的前身 然后渐渐的经过改良 就有一个太阳饼的形式 然后从以前的猪油的形式 然后单纯的麦芽的形式 后来渐渐的开始有蜂蜜黑糖 这样的把一些其他的 有其他比较明显的这种味道的东西放进去之后 到现在一直都在不断的创新 因为这算是一种潮流 以前是猪油 现在已经渐渐的改成 大家更熟悉的奶油的风味 获得市场喜爱 曾祖父也就在台中市城公路开了饼铺 事业慢慢稳定 传到了第二代严肃木手中 在日本因为有接收到的西方文化 然后回来台湾有一年 他要竞选台中市议员 然后因为他身边很多工作人员 最重要是准备点心 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形式 然后他要试着把过去的这个 凤饼 也就是过去的西饼的形式 把它做小 龙饼就是肉片 凤饼就是凤梨馅的这个东西 对 他就是直接把凤饼里面的凤梨馅 把它直接包 用这个曲奇饼的饼皮把它包覆起来 然后再压磨成型 就成为一个 目前大家都很流行的 这样的货磊素前身 严隆馅回忆爸爸此经账 形容当时的禀铺生意 爸爸在最后就是因为 也是跟着看着阿公 这样大起大落 我爸爸 我爸爸说以前他小时候 钱是贵里面 不知道什么 拿钱在玩的 但是他也 最初他也曾经有 那段辉煌的日子 但是有看着阿公这样子的 后来到后期的时候 他当然会有很多的感慨 所以到时候他就是带着我们 因为阿公的那段时间都过了 他接下来就是我爸爸 我爸爸那个年代 那我爸爸为了要 我爸爸跟我妈就是有一个信念 一定要把这个 我们这个店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 因为它是我们阿公 阿公 阿公 大家一个 每年过年过节的一个归属的地方 在当时的台中市 业业严肃牧市一员 也是丙铺餐厅喜愿的老板 声望自然不一般 但也因为投资项目太多 资金陆续受到影响 事业也就一家一家关 最后丙铺 从台中市的店面搬到市郊的工厂 百年丙铺从此隐身市郊厂房 爷爷也交往给严荣幸的爸爸 也就是严家第三代严谨修 严严那为了我要维持员工的生计 然后我就开始就又往通路的方向去做 那像之前的军工教股立中心 军工教股立中心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了通路 然后在就是成功里 大专集训的时候每年 每年的寒暑假 各有三集或两集的大专集训 我们公寓里面福利社的餐点面包 还有每个人 你就要离营的时候 都会送的一个离营餐盒 那都是我们在做的 二代曾经有过的璀璨威皇 对接手的第三代而言都是无形的压力 严谨修承接了丙户 也背上了老丙户不能洗灯的责任 我们总觉得他也是有志男生 因为他在那个年代 然后有阿公这么样的一棵大树 光环之下 他有他的压力 他也要去维护阿公的那些事情 然后要照顾 他有他 他只是一个 我们这两个世代之间的一个桥梁 他为了要延续这样的一个店面这样子 他有他的压力在 为了延续店面存亡 爸爸和妈妈是用尽全力守护的 我老公很坚持 要照顾就是要照顾 看了我老公这个坚持 我也没办法自己坚持下去 坚持就像虚无人 我懒不靠 或是逢党钱 今天要怎么去找 有时候我的票给他送到地下纸上去 我拿给他 那些雷钱就给他送到地下纸上去 花纸上去 送到地下纸上去 好处在人 看我人要做好没做好 我们的生生要有诚意 他地下店都会很好 不要紧了 我给你分给钱就好 我也是不太厉害 要守着家业 也希望能够重振老店风光 在严隆姓眼中的爸爸 是个抗压性极强的人 所以当爸爸倒下的时候 对爸爸的不舍更是加倍 后来要陪着伴我们三年 陪伴我们三年 我们就是带他去 不管是附件什么东西的 还是陪他 我们还是陪着他 跟他一起共同生活的三年 那我们很珍惜这三年的时间 然后这段时间 事业也慢慢有一点起步 只是说他来不及享受到这些 所以就先离开 可以客气吗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花生酮酮 你是不是在爸爸妈妈 有看到这个东西吗 很可惜我爸还来不及 看到花生酮酮 他也要比这个产品 对他也许心里知道 但是他没有真正想做到 享受到他所 一直在等待的这一个 moment 他可能 他的爸爸交代你 对或者是 对他就希望一起跟 他一直在跟我们 教育我们 把这个地方守下去 我们会有我们的机会 这是他一直在交代我们的 我们要一个完整的家 把兄弟姐妹都摸起来 我们很爽快 爸爸想要重振饼铺名声的遗愿 最后是在炎荣幸 并于妹妹手中完成 不仅邁进了机场免顺商店 也推出了让市场为之一亮的 花生酮太阳饼 所以 现在体育的花生酮 是啊 我每天 早上周都会跟他说一下 好快啊 然后说一下心情 这样子 每天早上去跟他上校的时候 就可以跟他说一下 最近的事情 一些心情 跟他剥皮 我们现在还可以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样 操楼大半辈子的妈妈 这一刻也能安心了 我的客户 我的朋友 大家都很好 因为他 我从我嫁进来 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是四人都辛苦 为这圆车在打拼的人 不要去说要去 要去都没有 每天八斤就很幸福 大家都知道 你过来 是四人都很幸福 没有 到现在在乡心 没有 没有 你儿子现在回来 吃完 你从自己的旁边一直看 一直看 我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我才能做 不然我时候都不想去做 我自己看我的平板 他说 妈妈 你看天妈妈 每天都会打他 不要紧了 你从现在开始 每个月都去离婚桌 吃完 吃完 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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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着饼铺 不仅是对长辈的交代 也是凝聚一家伦的力量 让饼香在百年时空冷冷中 能够持续飘香 欢迎回到台湾珍善美 在日本不撒药种出奇迹苹果的牧村爷爷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他说这一生至少要做一次傻瓜 在台湾也有一对这样坚持的夫妻 他们是菊农赵令熙与陈廷君 两人从公职退休后 因为舍不得年迈的老父亲 一个人照顾祖传的橘子园 决定回乡 因为不想使用对人体与自然有害的农药 赵令熙决定该用有机栽种 园里的橘子都套上了袋子 小心呵护 虽然种出来的橘子外形又丑又小 但果肉多汁甜度高 他们还做成了很扎实的果酱 吸引许多人指定购买 又到了秋末冬初 橘子成熟时 来到台中东室 这里因为气候与地形的关系 很适合橘子生长 成为全台橘子最主要产地 其中赵令熙的这片橘子园 跟其他人的很不一样 像这棵 像这棵就已经我们得到给它第一名了 对 就是这种大小 所以你们去市面上看 假设看到这样了 就很多啊 因为漂亮的太多了 那我们就会觉得哇 不得了 好漂亮 因为我们这几年都卖得都很丑 夫妻俩长自嘲 种的是丑橘子 这一颗颗黄尘饱满的碰干 虽然外皮不太美丽 但果肉甜美多汁 可以吃得安心 因为他们采用有机的栽种方式 坚持不撒农药 但面对台湾高温多湿 柑橘类果树病源相当多 虫害非常严重 于是他们想出了变通方法 要帮橘子穿衣服 现在我们只要套这个 好 套起来 这个铁丝呢 放在这个下面 这个呢 只包着铁丝 套袋就是 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反果实验 很多水果都有套袋 比如说巴拉 鹽雾 鹽雾 或者枣子都有人套 可 对 因为 第一次有的应该第一次有吧 套袋大多只会用在高价水果上 帮橘子套袋平局一颗 成本就高出两块钱 一般橘子农不会这样做 加上要是没抓好套袋时机 也会影响收成 假如说你太早套袋 那 那个戒壳虫还是不能病 所以我们就是 每年每年吃 有一次我们大概收了好几箱吧 就是为了那个戒壳虫 就请人家去 去洗啦 把它洗干净一点 可是那个工钱好像花了 八千块 八千多块对 但是卖啊 卖不到 到两千块 就是没有工钱 什么没有工钱还亏好不好 对 要做这种赔钱生意 真的需要带点傻劲 有人就讲那个鱼工啊 鱼工局啦 还有人就说 那叫傻瓜 傻也没什么不好 傻人有傻 尽管被笑傻 但他们不放弃 因为这种有机局的最原始想法 很简单 我们住在这里的话 假设我们自己喷农药 自己喷农药本身 农夫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可是除了伤害 伤害以外呢 就是说你住在这里 那你大概有三天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所以你就比别人享受更多 农药的这种问题 本来是一种爱自己 也是那个私心 最好不要喷就算了 说多说少 其次啦 有感于农药对人体的危害 他们想要的是有机的健康生活 十二年前 夫妻俩分别从公职退休后 原本可以过得轻松又惬意 但因为不舍年迈的父亲 一个人要照顾这一片 传承三代已超过六十年的橘子园 于是决定回乡陪伴老夫妻 主要老人家就是要有人说话 要有人听 要不然他一直讲话都不要 曾担任过台中县农业局局长的赵令熙 对于农业法令相关制度都很了解 但缺少是做经验 却想挑战最困难的有机栽种 一改父亲过去的惯形农法 他就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 有机质啦 通常 通常土是会比较松一点 假设你这个有机的环节非常好 那它的秋眼数量会增加 秋眼的数量增加 那那个腐质质就增加 那就好 用有机耕种培养出了健康土壤 但也引来了重重大菌 让原本使用农药的老父亲 根本看不下去 我知道有机就没有那么简单 现在交给他像这个树 一根一根 枯死掉 剂掉 这里 稍微斜斜的比较不好 这样做下来 富人看到辛苦开垫了几十年的心血 不敌虫害而哭死 于是他开始帮忙抓虫 两三个月前 就 灿烂下去 变成幼虫 就在这个皮肩里面一直 一直摇 一直摇 顺便他身头一直长大 现在 长大以后 他就装一个洞 这个洞 装到木枝部里面去 有时候 很不好勾勾不出来 现在有了 喔 有没有看到 有 种有机局次管理废沟 收成只有当年父亲种的四分之一 所以父亲一开始很反对 那后来看到 儿子和媳妇的坚持与用心 他虽然嘴巴不说 却用行动支持 每天弯着身子 巡视每一棵树 这样绕 这里 本来这个草很长 不要先勾 不要先勾 这个 靠树旁边 勾干净 第二次来就很快 假如第二次来 一看 没有发现什么痕迹 我就放第二棵 第三棵一直去 他还教导儿子 在树根部分 绑上沙网 可以降低天牛叮咬的几率 这个包起来的没有木屑 就没有受到加害 幸好就是他这样子巡视 否则的话 我们的局质大概一大半的失控 若有机的农民付出这些 他的收成只有那个果实 可是果实又减少很多 那他不可能说 把果实卖到五倍的加钱 因为没有啦 要是卖到两倍他就很高兴 有机农作真的不容易 崇害威胁让产量减少 加上卖相不好 价格也受影响 有一次啊 我们就去卖那个便当社 便当社 那个便当社 我说我那个有机的局质啊 他说三块钱一斤 三块钱一斤 卖了四千五百块 那我说我这个有机的局质 他说在他来讲没有意义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真的是都是在赔本卖 然后有时候就去吃 中午了去吃面 两个人在吃面的时候 就互相开玩笑 说我们现在吃的是薪水喔 有点心酸这样子 就是说根本不能靠这个局质 就是来养活自己这样 英虫药有黑色斑点的有机碰肝 虽然外表不美丽 但剥开后会发现 里头的果肉之多甜度高 吃起来甜中带酸 风味独特 刚开始卖不出去的时候 他们想到拿来做成果酱 你看它里面 一样都是好的 里面也没有 连里面都没有那个 有没有这个黑点里面都没有 它还是都干干净净 可是客人一般的民众 就不了解这个 你要怎么给他解释 除非他亲自跟我买 我弄一个给他看 没想到做果酱的过程 也因为不懂火候的拿捏 与加糖的时间 失败了好多次 经过不断的实验改良 才终于做出他们满意的口味 用心研发出的有机橘子酱 不管是搭配沙拉或水煮肉 风味都很特别 比如说沾那个猪肉 白切的那个水煮的猪肉 或者是那个鸡肉 或者是这个是烫过的青菜 都可以 由于他们的鸡脂酱 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物 从最初靠着亲友的口耳相传 到现在常常功夫力求 赵令熙与妻子的退休生活 依旧每天从早忙到晚 但他们乐在其中 很多人都问我们 你有赚吗 不是有啊 赚很多啊 就是赚到很多的朋友 然后赚到一种 就是生活的那种充实 当然辛苦绝对不否认 是蛮辛苦的 可是哪一个行业不行 我们能够用比较积极的 比较正向的 像他就 每次都说我是蜥蜂 我说我这个蜥蜂 混工 不要说他是混工 还有蜥蜂 我说混工跟蜥蜂 混工跟蜥蜂 我们努力 努力让他变成会赚钱的产业 对 会希望赚钱是说 希望把这样的经验 能够跟年轻人分享 让年轻人知道说 其实怎么做 然后去友善土 这个土地会越来越好 对于环境和土地 用心灌溉出的果实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今年的碰干 是长得最清秀的一年 我们都看到那个橘子 都快要流泪了 就觉得很开心 苦尽甘来的滋味 只有自己走过 才能吃客体会 赵令熙与陈廷君夫妇 用真心守护这片橘子园 细细为橘子穿上衣服 用心做出的天然果酱 让人吃进嘴里 都能感受到幸福滋味 坚持做对的事 好事就会发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真善美 希望今天的节目您会喜欢 如果想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上台湾真善美 脸书粉丝团 以及订阅台湾真善美 YouTube频道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